现在我们来煮一道电子砂锅炖莲藕汤 首先我们准备两粒莲藕 因为不会很多人吃 大概一个小家庭 七、六、七个人吃 花生 这里有两杯的花生 差不多半杯的 如果你有梅豆 你可以放梅豆 没有的话 这个是吃小豆 然后里面加有香菇 这个香菇就洗一下 跟它浸泡一下 然后这里有素羊肉 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螺旱果 一粒蜜枣 还有两片小片的陈皮 我们把这个莲藕全部切成片 就是切这样一片一片的抓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一个电子砂锅 把这些材料全部倒进去 然后我们就把水加到八盆九盆满 然后我们就用大火去跟它煮 煮滚了 然后煮光成小火 就把它焖个月 就是从你可以在旁吻的时候 帮它下锅去煮 就把它焖到个月早上 我们才来调味 因为这样子焖的话 它就会比较 味道比较浓 比较香 嗨 大家早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昨天晚上煲的 那个莲藕汤 我们昨晚用电子烧锅煮的莲藕汤 你看它的花生很软很好吃 然后它的玲珑也很软 颜色也很美 你看它的颜色就变成 颜色比较深 看起来很好喝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调你喜欢的味道 所以我会放一点调味粉 我放差不多两茶匙 三茶匙这样 然后我会加一些栽汤 它颜色就比较不一样 大概一个汤匙左右 你看这个大概够一家庭的人 大概可以够差不多 可以喝整十个人这锅汤 就是这样莲藕汤 我的莲藕汤就是这样完成的 谢谢